各位戰友大家好 我是戰國導遊岳翔兵長 歡迎來到岳翔的戰國淺度旅行 因為農曆期月快到了 今天讓我們來談談應景的武將 人稱日本三大怨靈的平將門吧 你有聽說過 德川家康在東京建立北斗七星鎮結界 用來鎮壓平將門怨靈的說法嗎 先說結論 這是一個用片面事實包裝起來的都市傳說 但是如果你知道怎麼破解這個說法的話 就能更了解日本的思想 還有東京的歷史發展 如果在網路或者是YouTube搜尋平將門 會出現東京的結界 北斗七星鎮的說法 日文網頁或是中文網頁的內容都大同小異 主要提到平將門在關東自立為新皇 被朝廷派兵給剿滅 平將門被斬下首級並且送到京都示眾 但是他的怨氣不散 他的頭從京都飛回江戶 江戶的百姓 在他的首級飛落的地方 蓋了一個將門種 北斗七星鎮的說法 認為信奉妙見菩薩的德川家康 在天海的建議之下 把江戶最強怨靈平將門入世神田名神 把神田名神連同將門種 烏躍神社 兜神社 竹土八番神社 水稻河神社 楷神社 連成一個北斗七星鎮 來鎮壓平將門的怨靈 並且說在明治為新之後 天皇為了要破解北斗七星鎮 蓋了三首縣跟中央縣 組成了一個太極鎮來切斷北斗七星鎮 而且還蓋了五個新的結界來封印平將門 介紹北斗七星鎮的網頁還會附上精美的地圖作為證據 這個說法看起來很有趣 但是最起碼有四個張官禮貸的地方 要解釋北斗七星鎮的問題之前 先讓我們來談談什麼是日本三大怨靈 還有日本長久以來的御靈信仰 在陰陽道跟詛咒盛行的平安時代 人們認為含怨而死的貴人 死不瞑目的怨氣會化為天災或者是瘟疫 為了要平息並且安撫這些貴人的怨氣 所以興建神社來供奉這些貴人的御靈 要特別注意的是 幾乎所有御靈信仰的對象都跟貴人有關 例如在政爭失敗被流放到異鄉異遇而終的奸緣道征 或者是在皇室的內鬥失敗被流放到四國的崇德上皇 最後就是本篇的主角 北斗七星鎮傳說的平將門 這三個貴人的御靈分別供奉在天滿宮 白風神社 神田名神 不知道各位戰友有沒有發現三大御靈的共通點 他們是受到祭祀的御靈 並不是被鎮壓或者是被封印的邪靈 御靈信仰到了江戶時代中期 當時百怪壇之類的妖怪傳說盛行 所以御靈信仰漸漸變成了百姓茶餘飯後的怨靈 老江戶人在百怪壇的時候雖然嘴巴上會開神明的玩笑 但是在行為上不敢對神明不敬 如果說北斗七星鎮是用來鎮壓平將門的怨氣 那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只知道怪談鬼故事 卻忽略了御靈信仰的文化背景 接下來讓我們回到東京北斗七星鎮的說法 這個說法認為德川家康信仰象徵北斗七星的廟建菩薩 所以才會建立北斗七星鎮 用來安撫平將門的御靈 剛剛有說明過了 絕對不會是鎮壓平將門的怨靈 而且話說回來 德川家康的信仰並非廟建菩薩 信仰廟建菩薩的是平將門 或者是黑衣宰相天海才對 從德川家康使用的君旗 就能夠發現他信仰的佛教宗派 德川家康信仰淨土宗 所以他使用 雁離惠土 星球淨土的君旗 而且德川家康晚年有操寫南無阿彌陀佛佛號的習慣 另外從寺廟來看 德川家在老家三合國的菩提寺 大樹寺 或者是在江戶的菩提寺 真喪寺 全部都是屬於淨土宗的寺廟 而且德川家康死後的神號 東照大權限的意思 權限指的是佛在日本的化身 也就是說東照大權限 德川家康 是要師菩薩在日本的化身 以上這些都跟廟建信仰沒有直接的關係 德川家康跟象徵北斗七星的廟建信仰 真正有關聯的地方 是德川家康死後埋葬的陵墓 日光東照宮 日光東照宮的本殿對著北極星的方向 為什麼家康會葬在東照宮 又為什麼會用東照大權限這個神號呢 這是黑衣宰相南光芳天海的建議 講到天海 許多人會認為他是明治光秀的化身 但是根據東瑞山開山慧眼大師原起的記載 南光芳天海是慧晶如明一族的後人 如明一族源自於平氏 所以可以說南光芳天海是平將們同宗的後代 傳說平將們在戰場上得到廟建菩薩的協助 所以平將們賭信廟建信仰 許多跟平將們有關的關東武士 還有東北武士也都信奉廟建菩薩 例如有名的祭典 向馬野馬錐 傳說源自平將們操練軍隊的做法 而且向馬野馬錐相關的神社 在神佛分離之前也都跟廟建菩薩有關係 如果南光芳天海是東北的平氏後代 那麼他信仰廟建菩薩這件事情也非常正常 而且對於德川家康來說 禮喻平將們還有禮喻廟建信仰 也可以用來拉攏關東的武士 所以不能因為東照宮對著北極星 或者是因為家康重用了廟建信仰的天海 就張官李戴說 德川家康信仰廟建菩薩 根據神田明神的記錄 因為家康要擴建江戶城 所以請神田明神搬家 並且把神田明神奉為是江戶的總鎮守 在北斗七星鎮的說法裡面 認為德川家康封平將門是 神田明神的祭神 其實這個說法也是用片面事實來包裝謊言 因為在德川幕府開幕府的300年前 平將門就已經被奉為神田明神的祭祭神 當時平將門的首腫荒廢 附近發生了許多怪事 某個雲遊四海的高僧來到這裡做法會 並且把平將門入世神田明神 平將門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 對於京都的皇室來說 他是一個反賊 但是對於關東的武士來說 他是首先爭取關東獨立的英雄人物 所以當地的百姓 平式武士的後代 或者是統一關東的人 大多都遵從平將門 不只德川家康敬重平將門 就連建造江戶城的太田道貫 或者是關東的霸者 北條家 同樣也都遵從平將門 距今一百多年前 有個名為枝田玩枝的農政學者 他寫了一本平將門市基考 整理出關東地區總共有十幾個 跟平將門有關的地方 接下來讓我們來分析看看 江戶北斗七星鎮的七個地點有什麼問題 有哪些地方是真的跟平將門有關係 有哪些地方是被偷渡進去的地點 北斗七星鎮最東邊的烏月神社 主祭神是有白鳥傳說的日本武尊 所以這個神社最早稱為白鳥神社 後來改叫烏月神社 第二個是兜神社 傳說這裡埋藏著平將門的頭盔 而且這裡自古以來是水運業者的碼頭 跟平將門的子孫關係密切 第三個是將門總 這裡確實是將門信仰的中心地帶 第四個是神田名神 但是剛剛兵長也有解釋 平將門早在德川家康開幕府的三百年前 就已經是神田名神的主祭神之一 接下來讓我們跳到最西邊的鎧神社 據說這裡埋藏著平將門的鎧甲 以上五個地方確實跟平將門有關係 但是主土八番社還有水稻河神社就有問題了 首先在100多年前的平將門市基考 沒有提到主土八番社跟水稻河神社 其實在江戶時代 主土八番社的隔壁 有一個叫做金九戶名神社 主土八番社是祭祀八番神 金九戶名神社才是祭祀平將門 後來主九金名神社被搬到其他的地方改名叫做主土神社 所以說北斗七星鎮的說法是把主土八番社跟主土神社 兩個名字很像的神社 漁木混珠 這就好像是肯德基跟麥當勞都是素食店 但是你不能跑去肯德基 跟店員說你要買麥當勞快樂兒童餐吧 北斗七星鎮下一個地方就更妙了 水稻河神社 這裡是錶藤太 也就是藤原秀香建造的神社 藤原秀香是當年奉命討伐平將門的武將 你用藤原秀香蓋的神社 是要鎮壓平將門還是要安撫平將門呢 在影片一開始也有提到 玉林信仰的本質應該是安撫而非鎮壓 所以用藤原秀香的水稻河神社 當作北斗七星鎮 這其實也是有問題的說法 而且話說回來 根據平將門市基考的考證 還有冰川神社、鬼王神社、千葉線的左倉大名神 總共有十幾個地方都跟平將門有關係 偏偏選了這兩個有爭議的神社 我想這是因為其他神社 擺在地圖上面沒辦法化成魔法陣吧 所以冰長認為 北斗七星鎮的說法 是先在地圖上預設了北斗七星的形狀 再找兩個神社來衝術 這簡直就是先射箭再畫靶的行為 剛剛分析了北斗七星鎮的問題之後 接下來讓我們來分析看看 傳說天皇蓋的三首線跟中央線 構成了一個太極圖要來反制平將門北斗七星鎮的說法 先說結論 這個很明顯也是用現代的地圖來穿著附會的說法 關於皇室太極圖的說法 認為三首線繞了一圈 故意把平將門的頭盔的兜神社 還有平將門鎧甲的鎧神社給分開 從現在的地圖來看 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但是如果我們打開地形圖 就能破解這個說法的BUG 在江戶時代 主要的交通路線稱為五街道 從江戶的北邊 沿著台地的邊緣通往京都的中山道 或者是走南邊的東海道 另外還有往東北的日光街道跟澳洲街道 最後是走西邊山路的甲州街道 其實東京的鐵路 一開始也是沿著地形來蓋 最早日本政府蓋了新橋 往澎濱的鐵路 呼應了東海道的交通路線 隔年出現了祁鈺線通往上野的鐵路 呼應了原本的中山道 但是要注意 這一條鐵路是私鐵 不是日本政府蓋的鐵路 如果要切斷北斗七星 那麼應該是要把東邊的兜神社 跟最重要的匠門總 神田名神給切斷才對吧 為什麼三手線反而先是打通西半邊呢 因為三手線的東半邊 是百姓居住的下庭 比起貿然都更蓋鐵路 自然是走西邊的台地地形 更好獲得土地 後來還有一條中央線 有人說中央線故意蓋的彎彎曲曲 要弄成太極圖來鎮壓平降門 但是從地形來看 中央線是呼應了原本的 甲州街道的路線 而且中央線從新宿 往水稻橋站的 之間的彎湖 不是為了要打太極 是因為水稻橋站的 北邊 原本有兵工廠 需要鐵道來運輸 而且鐵路走的路線是江戶城原本的外壕溝 因為這樣比較好取得土地 就好像是現在台北捷運淡水線 走的是原本台鐵的淡水支線 而且太極圖最致命的問題就是 不管是三手線或者是中央線 一開始都不是政府蓋的鐵路 它們都是私鐵 最後才被日本政府買下來 對於日本政府來說 既然都已經蓋出一條C字形的路線 當然會補成一個圓形 所以從三手線跟中央線的歷史來看 傳說天皇要蓋太極圖來切斷北斗七星的說法 這也是一個先射箭再畫靶的產物 拿20世紀後期的JR三手線跟中央線 要來推斷19世紀的天皇想做什麼 這簡直就是拿明朝的劍來斬清朝的官 如果無視三手線跟中央線興建的歷史 只看現在的JR路線圖 就說皇室要蓋一個太極圖來封印平降門 那麼如果我們看台鐵路線圖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說台鐵拿山線跟海線 拿來封印清泉岡機場呢 除了三手線跟中央線的太極圖封印的說法之外 還有一個說法是 東京周遭的陵園跟竹地本院寺構成結界 在江戶時代 百姓過世之後會葬在寺廟的墓地 但是隨著東京的都市發展 寺廟的土地越來越少 所以政府在東京附近蓋了幾個陵園來作為墓地使用 因為這些陵園確實是在明治維新之後蓋的 所以兵長倒是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竹地本院寺就麻煩了 因為竹地本院寺並不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才蓋的 現在的竹地本院寺 是在西元1657年的明利大火就搬遷到竹地 所以如果說明治天皇要拿竹地本院寺來封印平將門的話 那麼只能說明治時代或者是大正時代 除了櫻花大戰的光武之外 早就發明了時光機 可以讓皇室的人穿越到200多年前的江戶時代 設下封印來封印平將門 這怎麼說都很奇怪吧 現在講到平將門 大部分人都會想到詛咒或者是三大怨靈的說法 但其實平將門是解讀關東政權 還有武士文化、武士歷史的重要關鍵 東京的北斗七星鎮跟太極圖的說法 乍聽之下很有意思 當作怪談來隨便聽聽其實沒問題 但是如果能夠找到裡面的歷史破綻 不是更有意義嗎 而且平將門的傳說還不只如此 傳說它同身鐵骨 隱無者傳說 甚至還跟真女神轉生 或者是Kerolo君朝裡面提到的 恐怖大王世界末日有關 因為平將門的議題實在太大了 今天先讓我們來破解 北斗七星鎮跟太極圖的說法 下周再來聊聊平將門的傳說吧 有關 幸好 適合 太極圖的說法 馬上